板橋社區群聚感染 住戶明顯減少出入 盡量待在家中自主健康管理 由於B洞6人確診 364名住戶連夜清空撤離 A洞住戶則是提心吊彈 就怕神域住戶只要1人確診 就得跟著清空大樓被送去建議所 不只住戶插雷蛋 還有租社區停車位 卻沒有住在這個社區的車主 也崩潰 沒有被狂烈 也沒收到採檢通知 只能自行去醫院採檢 但報告沒出爐前 無法進入社區 我現在也是頭卡布在燙 我現在也是有點傷腦筋 我沒有住在 可是我車子在這裡 我就每天在這裡進出 所以我也是卡在中間 塞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持音訊證明 才能進出社區 新北市加緊對住戶篩檢 目前AV兩棟 785人篩檢完畢 全部音訊 但卻傳出一名裝修工人 雖然不是住戶 也曾到B棟進行裝修 結果批下陽性確診 這個裝修工人 也是在B棟不同樓層 到底它感染源 跟本案有無關係 還在追查了解當中 另外幼兒園群聚也新增 兩例確診案 都是境外移入案例的家屬 在匡列居家隔離後 確診CT值都很高 群聚案少幾社區 感染源都還要再查 但A棟住戶很擔憂 因為社區公共空間 早已存在接觸痕跡 有一個公共空間 是在B棟 有一個遊戲室 暑假那時間 應該就會在電話 社區A B棟 中庭和停車場互通 B棟還有一間遊戲室 供社區孩童許用 恐怕都有接觸風險 現在群聚案持續擴大 感染源還沒查清前 只能繃緊玄金 嚴陣以待 這張貝茲 謝文翔 採訪的 雞聚案持續擴大 又是一種遊戲室 採訪的 使用 偶像 爪 撞 盡 我 擔憂 地 雞聚案 雞聚案